刚刚还好好的突然 让大家看一下 一条挂了大的西斯班 然后又挂了条大的玻璃鱼 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情况 刚刚还好好的 突然就死了两条大的鱼 有连续三天都是高温天气 会不会和这个高温天气有关系呢 现在只能及时止损了 不忍气的 泪水又流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鱼是很漂亮的 这么大的提示 两条鱼肯定满足不了我的胃 所以搞个铁板 在这里面 搞一下 看能不能钓到鱼 之前就是用铁板把它们钓起来了 估计游行的阴影了 诶 这边 有一条躺着睡的鲑鱼啊 看这条鲑鱼啊 所以 太猖了 太猖了 爽 过鱼 只会钓起来 这才是大关工 预备啊 这条鲑鱼应该够吃的 还不错 流口水了 这啥情况 怎么又死了一条 这什么情况 我就捞一下这个 关桂 这前后才十分钟了 又死了一条 这个水绝对是有问题的 这鱼也真是的 非得要给我凑一个整数 在起锅烧油之前 还是要把这个鱼缸处理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鱼缸 我去这怎么不是 又怎么又死了一条 明明碗里的已经测成双树了 现在怎么又让我测成单树 这该死的 五条鱼啊 先放个鱼吧 这鱼菜就是好东西啊 哎 流口水了 这鱼菜大了 炒菜大咯 可以翻面了 这鱼菜大咯 我去鱼菜大咯 这鱼菜大咯 生姜一起炒一下 胡椒 摄影师小黄放假了 所以今天就一个人独享 哇流口水还顶不住了 先从 先从这个鱼 这下都吃起 哇 哇好香 太鲜了 一只沾一下这个 这个汤汁完美 好 cэ 嗯 嗯 放入冰箱 饭带去拿 就差甜碗了 太过瘾了 先用嘴巴及时止损 你别说这个味道还蛮不错的